马斗福音第十七章 六天以后,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 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他的面貌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光。 忽然,梅瑟和厄里亚也显现给他们,正在同耶稣谈论。 伯多禄就开口对耶稣说, 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张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 他还在说话的时候,忽有一片光耀的云彩遮蔽了他们,并且云中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 门徒听了,就俯伏在地,非常害怕。 耶稣遂前来,抚摸他们说, 起来,不要害怕。 他们举目一看,任谁都不见了,只有耶稣独自一人。 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 非等人子由死者中复活,你们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任何人。 门徒便问耶稣说, 那么,为什么经师说,厄里亚应该先来呢? 耶稣回答说, 厄里亚的确要来,且要重整一切。 但我告诉你们,厄里亚已经来了,人们却不认识他,反而任意带了他。 照样,人子也要受他们的磨难。 门徒这才明白,耶稣给他们所说的,是指的喜者若翰。 当他们来到群众那里时,有一个人来到耶稣跟前,跪下,说, 主啊,可怜我的儿子吧,他患癫痫病,很苦。 屡次跌在火中,又屡次跌在水里。 我把他带到你的门徒跟前,他们却不能治好他。 耶稣回答说, 哎,无信败坏的世代,我同你们在一起要到几时呢? 我容忍你们要到几时呢? 把他给我带到这里来。 耶稣虽斥责魔鬼,魔鬼就从孩子身上出去了。 从那时刻,孩子就好了。 以后,门徒前来私下对耶稣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逐出这魔鬼呢? 耶稣对他们说, 由于你们缺少信德, 我实在告诉你们, 假如你们有像戒子那么大的信德, 你们像这座山说, 从这边移到那边去, 他必会移过去的。 为你们没有不可能的事, 但这类魔鬼非用祈祷和进食是不能赶出去的。 当耶稣同门徒在加里雷亚周游时, 耶稣对他们说, 人子将被交于人们手中, 他们要杀害他, 第三天他必要复活。 门徒就非常忧郁。 他们来到格法翁时, 收电税的人来到伯多路跟前说, 你们的师父不纳电税吗? 伯多路说, 自然纳的。 他一进到屋里, 耶稣就先对他说, 西满, 你以为怎样? 地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或钉税呢? 向自己的儿子, 或是向外人? 伯多路说, 向外人。 耶稣对他说, 所以儿子是免税的了。 但是, 为避免使他们一怪, 你往海边去垂钓, 拿钓上来的第一条鱼, 开了他的口, 就会找到一块斯塔特, 拿去交给他们, 当作我和你的电税。 感谢观看,